第一百五十集 母亲放心 我什么也没听到 就是听到了 刚听到啊 也就忘记了 李小暖忙认真的表着态 王妃点点头 转头看着李小暖 继续教训道 你们年轻人哪 目光就是短 这妾呀 进门就先得打怕了 我这是不知道 若是知道了 说什么也不能让那姓邹的 做什么花轿进门 就该让她先站着 立好规矩 再说别的 你看看 唉 王妃长须短叹起来 李小暖也跟着叹着气 认真地想了想见一道 嗯 母亲 要不 我让人找周夫人过来 您跟她交代交代 往后万一有什么事啊 周夫人得自己先明白了 才不至于被人家一点小意骗了去 王妃想了想赞同道 嗯 你这话呀 说得在理 唉 你姨母呀 是个实心眼的傻子 我得好好地交代交代她 李小暖笑盈盈地答应着 遣人去请周夫人了 程二奶奶没有带唐氏去拜见汝南王妃 却将她引荐给了徐正虎的妻子 徐家大奶奶 唐氏回去和邹应年直商量了一夜 第二天 邹应年备了厚礼 上门拜见了徐正虎 徐正虎引着她见了周世新 遣了管事 跟着邹府管事去了知府曹大人府上 强行留下了一车礼物就走了 曹大人屋子里的灯直亮了一夜 第二天升堂 就以年头久远 茶无识句为由 强行结了案子 却留了文清贵 细细问了伴上 叫了邹府管事进来 你们府上这位旧老爷也是可怜了些 都是亲戚嘛 亲得不能再亲了 你们老爷呀 也不好不管不是吗 你们旧老爷是想留在京城 我想也好呀 到底离你们府上近些 也好招应不是吗 你回去跟你们老爷说啊 给你们旧老爷呀 制出宅院 再买两个使唤人 每个月给些银子 也让他体体面面的过好日子才行嘛 哎呀 若是再给他娶了媳妇 住后有了孩子 成了文家的香烟 那就是最好了 这都是急亲的亲戚不是吗 啊 哎 就这样了啊 赶紧回去啊 赶紧置办了宅月 去吧去吧啊 就这样了 邹府管事看着晃着二郎腿 七歪八扭的坐在旁边的文清贵 苦得脸都绿了 却也只能硬沉下来 曹大人暗暗输了口气 直到今天虽然还是不知道这文清贵背后是谁指使着 可这样安置也算是四脚妥当了 文清贵见邹府管事答应下来 站起来晃着膀子走到了邹府管事面前吩咐道 别跟你爷说到了你们府上去这话 爷不去啊 爷在客栈等着 爷给你五天 给爷好好的寻出上好的宅月 一字的全给爷配全了 听着啊 再买两个眉毛丫头 算了 丫头就算了 文清贵仿佛想起了什么 机灵灵打了个寒劲 急忙更正的 穿黑衣的那些恶人 给他定了规矩 一个月只能去一趟窑子 除了那一趟 他若敢再碰一碰女人 历时就淹了它 文清贵又打了个寒劲 下身仿佛已经感觉到了阉割的痛楚 忙摆着手说道 不要女人 一个也不要 通通不要 王八东西 厨子 也得厨子 要三两银子一个月的 少一毫也不成 文清贵又跳了起来 手指头点在了邹府管事脸上 往外喷着口水 发泄着 邹府管事脑恨异常的咬着牙 转头看着曹大人 曹大人打着呵呵 哎呀都是一家人 万事好好说吧 回去吧啊 赶紧回去吧 有事呀 好好说 好好说 文清贵也不告退 甩着胳膊一脸欠扁样的 昂然走了 邹府管事联系了几口气 强压着怒火 拱手和曹大人告了退 回去邹府禀报安置去了 阳春三月 就在一场场热闹中 不知不觉滑了过去 文清贵在京城安顿下来 邹应年一提起他 就恨得牙根痒痒 过几天 见风头有些过了 就遣人 想偷着捉了他送回杭州府 可这文清贵 也不知道学了什么法子 屋子里养了 不知道多少条蛇 派去的家丁管事被咬了两三个 幸亏跑得快 才捡了一条命回来 再往后 说什么 也没人敢再去招惹文清贵了 文清贵见那邹应年 对他一筹莫展 越发得意起来 吃饱喝足了 有事没事的 就跑到邹府门前 骂骂咧咧 若是喝了一点小酒 胆气越发壮大 就敢冲到府门口 摔东西砸人 对着这么个祸害 邹府上下 头痛不已 一时半会儿的 却也没什么法子 李小暖忙了几天 看着府里上上下下 换了春装 又和王妃一起 将几件亲手做的 十心春装 送到瑞子堂 老太妃 却还是不见她和王妃 可瑞子堂 却涌出了 死死春意来 传话的中年蒲腹 神情沾了更多的世俗人气 笑得也可亲多了 接过新衣 站在院子里 陪着王妃和李小暖 说了半天闲话 王妃又兴致十足地 看着李小暖和洪福说了话 两人才出了院门 也不坐轿子 一路看着园子里的春色 一路往正院回去了 王妃满足地叹了口气 小暖 你觉得没觉得 老祖宗那院子里 好像松动多了呀 那些个丫头婆子 也人气多了 瞧母亲说的 人气多了 难道老祖宗院子里的使唤人 以前都是鬼气居多的 李小暖笑着称怪道 王妃笑出了声 可不能说是鬼气 是神佛之气 那神佛之气虽好 却让人总觉得靠近不得 让人生不出亲近之意 你看看 现在可变得好多了 唉 要是老祖宗哪 也能少点神佛之气就好了 王爷呀 不知道得高兴成什么样呢 李小暖心里微微一动 往王妃身边靠了靠 挽着她的胳膊 低声问道 母亲 也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可我就是想不通 当娘的对儿女 哪个不是亲的不能再亲的 像您对爷 简直就是命根子一样 父亲也是老祖宗的独养儿子 怎么就 父亲又是那样的孝心 可怜 竟没个可笑进出 唉 王妃长长的叹了口气 转头看了看周围 又叹了口气 才低声说道 这事啊 我也有些糊涂呢 说起来也话长了 你也该听说过 当年老太爷呀 纳了个妾 也是个贵妾 生的呀 可真是好 王妃转头看着李小暖 都说你是个绝色的 这相貌上呀 是不比那位老姨奶奶差 可那骨子 骨子里的狐媚劲儿 真是形容不出 唉 那就是个活生生的狐狸精呢 心眼又多的数不过来 嘴巴甜的流蜜 真不知道怎么说他才好 总之呀 老太爷被他迷的 万事都听他调遣呢 王妃眼里闪过一丝 任命的无奈来 这事啊 咱也不说了 老祖宗虽说 也是个精明过人 能闻能武的 可坏呀 就坏在这脾气爆 心气又高 不肯服软 跟那位老姨奶奶过招啊 就没赢过一丝半分去 可老祖宗啊 也是个狠的 王妃 眯着眼睛笑起来 转头看着李小暖 那位老姨奶奶呀 独宠专房了十几年 就只生了一个儿子出来 这儿子呀 若不是从南边边关回来时 就抱回来的 也不会有 从边关回来没两年呢 那老姨奶奶又怀过一胎 老祖宗盯了六个月 也没找到下手处 后来有一次 老太爷和老祖宗呀 到宫里朝贺 老祖宗就打了花胡哨 就骑马赶回府里 拾着刀呀 冲到老姨奶奶院子里 捏着老姨奶奶的嘴 灌了碗药进去 这孩子就没了 从此呀 也绝了老姨奶奶的声誉 李小暖咽了口口水 只听得惊心动魄 王妃感叹着 唉 老太爷赶回到府里呀 就和老祖宗打到一处了 从府里打到了街上 一路打到了宫门口 还是皇上出面 强压着两人和解了这事儿的 从那时候起呀 老太爷就和老祖宗 一兜一息地住着 除了每年祭祖的时候 一左一右地立在一处 旁的时候啊 就没站在一间屋子里过 连大门啊 都是从中间隔开的 这事儿老姨辈的 可是无人不知 李小暖扬着眉梢 亦是惊讶地落不下去 这位老祖宗竟强悍至此 真是让人听着都激动 咱们老祖宗啊 是南边大头领的独养女儿 听说从小就不凡 原是要她当大头领的 被当成是大头领 由着性子养大的 后来硬是自己 要嫁了咱们家老太爷 跟着进了京的 老太爷当年驻守南边 就没打过败仗 也是因了南边各部 看着老祖宗的面子 对老太爷的话 另行禁止 从老太爷和老祖宗 分着过日子后啊 皇上就没敢再让老太爷 去过南边 就怕他去了回不来了 王妃微微带着一丝 骄傲说道 分开之后啊 王爷跟老祖宗一处住着 二爷和老姨奶奶 跟着老太爷一处 二爷呀 比王爷小了十三岁 二爷十四岁那年呢 老太爷病倒了 这老姨奶奶 也是个极厉害的 也不等二爷成年 当时啊 就张罗着给他成了亲 娶了他娘家妹妹的女儿 也就是如今的孤儿奶奶 他妹夫靠着老太爷提醒 虽说领着肥劝 可这家里孩子多 光儿子就六七个 穷亲戚就更多了 也不是个富裕的 可这个顾二奶奶 嫁过来的时候啊 光庄子就赔送了十几个 还有十几间铺子 金银首饰和鸭箱银子呀 就更不用说了 老祖宗看了 抄来的嫁妆单子 一口气就背了过去 那庄子铺子 都是王府的产业 李小暖睁大眼睛 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这个老姨奶奶 更是让人佩服的 五体投地呀 怪不得 如今汝南王府的 庄子铺子 个个都是歪瓜裂枣 感情都是被人挑剩下的 唉 这二爷成亲后没几个月呀 老太爷就走了 等老祖宗赶到的时候啊 那位老姨奶奶已经穿戴奇整 吞金死在老太爷床头了 唉 王妃感叹着 老祖宗憋了这么多年的气 硬是看着把两个人一东一西埋得远远的 回来呀 就让人追回那些王府的庄子铺子 是王爷死命劝住了 跟老祖宗说 二爷呀 好歹是老太爷的血脉 也是他的兄弟 年纪又小 他不能逼得兄弟没了活路啊 老祖宗大哭了一场 从此呀 就避尽了瑞子堂 再不见人了 唉 王爷呀 这也是为了老祖宗好 若是 再担了逼死数子的恶名 何苦来呢 唉 王妃说着伤感起来 李小暖挽着王妃的胳膊 也跟着伤感起来 老祖宗弃了南边大头领不作 跟着老太爷不远千里的 到了这京城 又肯心甘情愿的 为了他困死在这样 憋死人的后宅里 必是极爱老太爷的 爱极则恨极 唉 当年 眼睁睁看着 心爱之人恋上别人 老祖宗这心 得碎成什么样子 就是如今 只怕 还是破碎不堪着呢 唉 这些事 这些话呀 都是府里的禁忌 你听了 也就听了 可别跟人提起 王后啊 心里也要有个数 这些话呀 当着王爷的面 不能说 有些话吧 当着老祖宗的面 不能说 爷 也是个可怜人 从老祖宗搬进 这院子那天起呀 他就没舒心笑话了 唉 王妃 常常地叹息起来 李小暖 也跟着常叹着 两人沉默着 往前走着 王妃 又叹了口气 提高了声音 说道 都是二十几年前的旧事了 不提了 不提了 对了 我倒想起件事来 正想和你商量商量呢 啊 李小暖转头 看着王妃 王妃皱了皱眉头 我也为难了好几天了 米莹 前几天和我说 想让你帮着 打理打理 她陪嫁的那几间铺子 我是一口回了她了 可这两天想想啊 又觉得有些个不妥当 你也知道 米莹府上啊 人口多啊 府里也不宽裕 眼看着这军容 勇兵又大了 米莹那份嫁妆呀 若是再分成两三份 一来博得难堪 二来呢 她手上就没了 磅身的银子 我也不放心呢 想想 她打算的也对 若是那几家铺子经营得好 也不过几年 就能生息出不少来 那就是活钱了 我就想着 王妃转头看着李小暖 笑着说道 你能不能帮她打理打理铺子 不如帮她找个能干的掌柜 这铺子做得好不好啊 不就是靠着个好掌柜吗 李小暖意外而为难地 眨了眨眼睛 心思赚得飞快 成命营的铺子 她是接不得 要做也得有好处才行 李小暖心里微微一动 看着王妃笑盈盈地说道 母亲不知道 这掌柜再好呀 到底不是她自己的产业 再好也有限 还是要自己人操心才行呢 王妃微微一争 李小暖笑咪咪地接着说道 大姐姐必是觉得 我是个会管铺子的 其实她是有眼不识金相遇 有个县城会真正做生意的 她竟没看到 你说的是哪个呀 王妃好奇起来 就是云山姐姐呢 云山姐姐呀 可是自小就跟着李老夫人 看账学生意的 您看看 她那点嫁妆 到她手里 也不过经营了这几年 早就翻了几倍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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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